大家好 想种大白菜的朋友 今天我和你分享获得白菜籽的好方法 这颗超市买的白菜水分大 有点微甜 我要用它留种子 我们每次吃白菜都是一个一个帮掰下来 掰到最后的时候 把它的小芯泡在水中 3月19号已经泡了一个星期了 小芯开始长出来了 到了4月11号 我就把它移到花盆里 移好以后把它浇透水 4月11号 天气还有点冷 把它搬到室内 让它的根扎在土中 4月24号 大白菜渐长了 说明它的根已经扎好 等到天暖和就要移到外边了 到了5月中旬 天气暖和了 可以移到地里了 坑要挖的大一点 然后倒一点鸡肥把它拌匀 上面再盖一点土 这样可以防止这个鸡肥烧根 一只手拖着白菜 把花盆扣过来 然后小心地放到坑里 把旁边的土扒了平了以后 再撒一点鸡肥 这样后期就不用施肥了 然后再盖上一层土 轻轻地把它压实 刚移栽的白菜一定要把水浇透 移栽两个星期以后 长大了很多 6月的气温很适合白菜生长 移栽一个月以后 大白菜就开花了 它这个花不仅仅是上边 在侧面也有开的花 这个 这还有一层 没开 这下边还有 还没有开 白菜是一层一层陆续开花的 它开花以后就会穿挺 越长越高 嫩黄的白菜花 也是春天后院的意境 今天早上发现这棵大白菜花倒了 上边太重了 要把它立起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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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纸的时候啊 那个纸是很沉的 把它挣过来了 挣过来以后 把拖在地上的叶子 在地上的叶子把它掰掉 让它底叶干净一点 不要拖在地上 然后给它这边再稍微培一点土 把根别露出来 要根要在土里头 所以把它再培一点土 这边也是 压压 白菜花越开越多 昨日雪如花 今日花如雪 嫩黄颜值 美爆春色 我上边又用一道绳子把它拦起来 不拦的话 太散了 散得很大很大的 种子成熟了 要把它采收了 看这种子已经黄了 这个绳子都剪得很大 我这下边垫了一块板 这样的收种子好熟 我是这样的 不知道方法对不对 我是把它这个圈子 我把每一只上的白菜架卤下来 如果这样一启动也可以 但是浪费种 这个白菜籽是为了明年秋天种的 今年我种的是去年的白菜籽 每一颗种子别浪费 这下边放了这一块 这叫什么板 这不是剥离的 是塑料的 塑料的 透明的这个板 收到这里 晾晒的 每一粒子都是一颗大白菜 不能浪费 放着 晾着了 晾晒几天 白菜花弱了 一个白菜夹里能结好几粒白菜籽 晾干以后就可以收起来了 这是去年的白菜籽 7月15号撒的种子 大白菜长得很快 一天一个样 如果你想种大白菜还没有种子的话 我这个方法可以供你参考 看你住在什么地方 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 选择种植大白菜的时间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种大白菜 有所启发和帮助 请您给我点个赞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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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打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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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赞